那要是佛呢 他主要他是有很多的 所发的愿望 当中其中有一条 他的愿望是希望众生的病 都能够得到 救父 今天晚上给大家加持的时候 我们希望要是流利光王佛 他以他的 要是流利光佛的愿望 加持仪惠大众 放这个流利光 让大家的身体有疾病的出现奇迹 能够得到全愿 我个人去过最高的一个要四六地观光佛 那跟他顶礼 那时候也是因为身体有病 那么在回程当中 我也讲过就是我看到要是流利光王佛 看到他的眷属 八大菩萨 还有他的随时 日光偏照 夜光偏照 夜光偏照 两位菩萨 看到十二要差神将 全部都出现 那果然 这个疾病就消除掉 我也希望要是流利光王佛 不只是帮我而已 他可以帮所有的众生 的疾病消除掉 因为这个疾病 这个病 是所有苦当中 所有苦当中 应该讲起来是 最苦的 病是最苦的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病人 有的到我面前来 有时候我自己去了医院 也看到很多的病人 看了 觉得我心里觉得非常的凄惨 那 其实真的是 这个叫做求生不得 求死也不得 如果能够求死能够得 我们也不想说有这个病 所以真的疾病缠身 你想求死都不可以 所以这个是佛陀讲过 这个人生之苦 这也是苦之一 希望这个要是流利光王佛 慈悲众生 依你的誓愿 放流利光 救度有病的众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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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